为什么地基里的雨水管道最好用这样的悬挂式安装? 看完这个视频,您就知道安装规范的重要性了。 不一样,然后你看这个水管,这个Stormwater你看,传不都是水,它传不掉到那木头上面,你看这个以及原生这个,然后这个是Bara,Bara如果说长期这样有水,掉到这个Bara上面的话会影响这个木的结构,现在的木头都是很细的,这些不是漏水,是冷银的, 应该是怎样做比较好的,应该来说把这个管道呢,就像这边一样,掉在那个凉的下面,它有冷银水的话也不会影响整个房子结构,你看,应该这样才比较好一点,这个也是一个Stormwater派,但是为什么它没有冷银水呢,正常来说,那么小的雨水是不会有冷银水的,这个为什么那么多呢,它这个是做了一个冷银水, 这个雨水收集系统,它这个水管里面储藏满水的,整个管道会储藏水的,然后高起来的时候呢,它就overfloat,给那个水桶的,所以说它就比较冷,所以说,有个问差吧,然后就储藏很多冷银水,这个话要处理一下,不是画家里真的很,成了很大问题, 这个,这个,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储藏水,收集回收的,就是这个管道,这个水是满水的 一起上去,然后这水就从这里走进去 所以说基本上这管道是储藏满水的,所以它有那个冷银水出来 所以,水工在排布水管的时候,真的不能偷懒,千万不要把水管直接穿过木梁,或者直接夹在木梁上,最好用悬挂方式安装,这样一旦万一碰到水管漏水,或者像这个冷银水很多的情况,就能降低对于木架的影响。 澳洲恒大验房,专业持牌验房,为您的资产保驾护航